山东路能的官方自媒体账号出了一份名单,上面标准了现一国角,是从哪些清训基地走出来的。 路能清训的这份名单,被很多人解读为讽刺广州恒大俱乐部,因为广州恒大俱乐部入选国族的球员,没有一人出自恒大清训基地,因此评论区里有不少人戏称广州恒大视权拉队。 当然,路能清训公布的名单,也招来了恒大球尼的反击,他们提出,当年山东路能的前场三差几中的政治,李金宇,他们是出自路能清训吗? 现在路能队中的主力,薅俊敏,金静道,戴林,王大雷,他们是出自路能足校吗?你们做清训这么多年还引入内援,为何没有清训基础? 得广州恒大引入内援就成了全八队,你们引援是优化配置,广州恒大引援就成了挖墙角,没道理。 个人相信,路能的官方自媒体账号,他们的工作人员的本意是,想用这张名单来讲明清训的重要性,没有讥讽哪一支球队的意思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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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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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